3月1日已經來到3月 如果利用機繼續探監 第10日 昨天晚上回應 有些網民質疑 可能是Youtuber 不知我算不算是質疑 我只是在雲觀說 就是說 原來這陣子哭哭哭 又做show 是為了 搭這個盤 就是大家 希望踴躍一點去賣4000元一席 全包飲酒席 有他在唱歌 當然 這個是划算的 我們也說是划算的 雖然他的 食物就好像見仁見智 實際有肉落肚 只有4盤 一個鵝 一個金沙蝦 那些蝦 一人一塊 不知道有沒有看正康追去仔 打個黑痴 馮水飯 然後你 咁一咁咀 整包東西都沒有了 全部餓鬼 不斷抗甲 抗甲 一人一塊就沒有了 然後就 一盤雞 雞好像不錯 又有一個沙斑 不是龍躉 不是很厲害的龍躉 概括都是以龍躉 應該都不是最漂亮的 4盤肉 一盤燕窩 一盤炒飯 一盤菜 兩盤甜品 也算是如此 一定不會吃得飽 如果一圍只有這麼少菜 看看啤酒喝飽就喝飽 有人唱歌的划算 老人家是喜歡玩這些的 尤其是喜歡喝啤酒的那些 喝啤酒的那些 有人唱歌有歌聽 聚首一堂吃一頓飯也不錯 4000元一席很容易散掉 這是真的 他回應說他不是 他早就已經簽約了 他之前說過 我們不是什麼都慢話他 他曾說過 簽約的一定會出席 但沒有簽約的 盡量不做 亦說得很隱晦 那些 順口開河的那些 我們也會指出 這個是我相信的 簽約 以及很早之前做的 這個也對的 出海報出城 但是 看看他賣票是怎樣 大家如果繼續要 搶他 看看賣票是怎樣 我們公道一點 我們沒有必要弄死他 我們暴夜的 暴夜盡量宏觀一點 但是我們都是人 盡量 站著中線 盡量守著中線 火速爆滿 亦引起熱話 原來 這麼緊張 就是要籌錢給老婆 看看今天 記者問了沒有 有沒有問他示範 那樣東西 我們看看今天再檢查一下 那些示範 究竟是 什麼東西 有什麼選擇 怎樣吃 看看能否檢查到 就跟大家分享 應該大家很興趣 因為 一直半知半解 一直 原來基哥 又跟零一娛樂 表示 雖然這段期間 要盡量低調 但是這件事 我都必須說一下 這個演唱會 很早已經定下來了 但是他無奈 不屑有些人說我利用這件事 來賣錢 又是頂不住 你賣完就算了 賣不完就說 再出來 再多兩句 你賣完就 好好的做 什麼辦法 頂不住頂 仍然是頂不住頂 他解釋也對的 不過 之前 定下的價錢 是有合約的 不能夠改的 望請見良 大致總之是簽了約的意思 另外第二單消息 大家一直有些人說 雲淡清風 但是我聽到是平淡清風 不知為何傳了出來 因為 基哥最後也說回 可能我自己口誤 我都不記得說了誰 但是我自己 屬意就是 雲淡風清 軟淡風清 這個是大陸 常用的詞語 也不是我們聊天會說 是譬如 綜藝節目的主詞 要有些文彩 通常你一定會聽過 雲淡風清這句話 我最初都第一時間對應 是不是在說這四字字 但不是的 我抄是寫 聽到是平淡清風 怎樣也好 雲淡也好 平淡也好 風清清風 總之 如果在相連相 名字 改回雲淡風清 是霸佔的 平淡清風 太平淡了 如果作為歌名 雖然你首歌中 可能是描述很平淡的東西 船率可能也很平淡 但歌名你不能夠 沒有霸氣 你的歌名要有些 吸引到人注意的力量 雲淡風清是漂亮的 但唯一的問題 這個四字詞也是常用的 不過在香港也未必 香港少聽這四個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但我聽到都是 大陸節目的主詞說過 軟丹風清 原來已經灌錄完成了 對 灌錄完成了 他說已經進入後期了 原本要拍一個MV 我自己騎上 會不會是 安排了跟黃青霞拍的呢 搞笑我們騎上 2月21打算拍的 誰知道黃青霞衰了 監製這次就諒解他了 之前日本人說 制作組也願意等 你先聽著吧 但這次就真的等了 諒解他的情況 主動押後的拍攝 也很糟糕的 其實他還在製作中 後期製作中 錄完也要不斷 不斷調整不同的東西 MV還MV拍的 他再 拼成音話同步的 事後再弄 很有趣 弄一隻MV 但 又是反轉再反轉 你無緣無故弄一首歌 想怎樣 肯定有些後續 會不會 你無緣無故弄一首歌 我經常說 永遠 提倡是一本多利的 做事 我們一個平凡人 都不斷強調 何況他們是 一些 藝人 後面有金主商家 怎會想不到 這些東西 無厘 特地一本一利 製作MV 這麼空閒 一定有些下文後續 會不會有些 演唱會 不同的搞作 這次如果是 如果後面有搞作 肯有肯輸 所以 又回憶引證 基哥說 真的想不到 完全沒有想過會弄成這樣 所以 他完全沒有想過 他原本在想的東西 有一些 紅圖大計 未來2024年 我龍年天下 娛樂圈任我行 差點可以 這個大計 讓他搞定 差點 哈哈 看看 他有一個歌曲 浪子嬌娃 1984年 錄了一個大熱歌曲 叫惠河 大家最關注的是 他的法拉里 原來有個網友留言 說這一段 當時他買了法拉里 你到底哪一輛才是 又說拿波子 原來以前是買法拉里的 那你的波子又在哪呢 因為我看 他以前的訪問 有條影片說 看了幾十個訪問 沒有十幾個 有時候 預計說一下 就好像厲害很多 看了幾十個訪問 他沒有幾十個 十幾個 我看到他 說舊市 那影片的製作也是 特意找回一些舊照片 以前 拿 波鼠 但是他 出現的圖就是 正正法拉里的圖 我心想 你又說波子 波子也沒有價 你捱住那一輛 法拉里 難道又吹水 是不是 原來這輛怎樣呢 那一輛法拉里呢 他就特意是購買的 買了當然是一本萬利 乘機拿來曬下融牙 拍封面 拍CD的硬照 那些黑膠唱片 那時候 還要用一個白馬王子錄 白馬王姬 厲害呀 白馬軍人 你看左邊那個 所以他怕你的海軍少將 我自己也軍人 不是 軍人錄的 我也軍人錄過的 那時候 控動一時 找了兩個 火辣性的女郎 邱淑貞 那些 邱淑貞 有一套電影的封面 一陣風吹起裙子 按著前面 那種女郎 厲害 還趁了一架 他自己擁有的 法拉里名車 就擺出有人姿勢 後來 早前接受訪問 原來就是那個封面封套 那輛法拉里是他人生第一次買的車 又就是 前言不對後語 或者你當他老就記憶交錯了 他第一架買的是法拉里 原來不是波子 那時候售價20萬 咦 也算是划算的 他說他一個月 不知道是一星期 總之他說 唱一轉 不知一轉是代表單位是多少 總之他唱一轉 可以買一層樓 那時候不知一層樓是多少 14萬 所以他唱多一轉 買到一輛車 OK 但是他說 駕駛了幾個月 覺得保養太麻煩 就賣了 我都說我拿過盧斯萊斯 很容易 我虧過首期 如果我要這麼愚蠢 是不是可不可以 我騎上 我要炫耀衝大頭鬼 真的可以 其實這個世界 你要衝大頭鬼 幾千萬種方法 只不過 大前提 你不要被人識穿 一定可以的 但是風險就是 你會被人識穿 一識穿 輕則就老套 重則 如果YouTuber玩這些 就封住你 即是燒到你前後欄 塌了為止 跟你火燒連環船 網民現在很討厭 人們造假 很討厭人們欺騙 炫耀炫富大忌 這個也是可以 將來探討一下 原來 又說拿過 原來已經賣了 transparency 短短短短的 今天 第10天 已經3月 1號 有改變 3月 會不會有新氣象 例如利用機 又或者 香港又會有新 新景象 視乎 亦要再三沉起期待 记者记得问 入了示范未 以及德国家人所谓的 究竟是什么状况 我们很想知道 今集先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在下方留言